要維持健康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有健康的免疫力 那什麼是免疫力呢 免疫力就是要清除外來的這些病菌 以及清除體內不正常的細胞 那免疫力要怎麼樣才是健康的呢 它就是需要處於平衡 處於一個中庸之道 因為如果免疫系統低下 我們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病毒啊細菌入侵 那就產生嚴重的感染 那如果免疫力過剩 那可能就會產生一些過敏的疾病 像氣喘啊或是過敏性鼻炎 人體老化有一些神經退化性的疾病 像阿滋海默症像帕金森之症 這些都是發炎性的疾病 那這個也跟免疫系統也很大的相關 比較罕見的像自體免疫性的疾病 影響我們免疫系統的平衡 那除了運動壓力睡眠這些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吃的東西 那就是牽涉到我們的營養狀況 因為我們現代人常常都是外食 那可能飲食也非常不均衡 常常是高油脂高糖分的食物 那這些其實都會使我們的免疫系統失去平衡 它需要一個均衡的營養素 或缺乏其中的一些某些關鍵營養素的話 也沒辦法讓我們免疫系統去正常的運作